大家早上好,我是廖草记 今天的廖廖地名 我们来聊一聊双西大年 苏埃佩达尼 我最近读了一段有关东姑阿多拉曼 我们第一任首相早年的一些记忆 他提到早些年 他和他的父王骑着大象 从吉达一路去到泰国 非常的生动有趣 我就迫不及待的找雷子坚先生 谈一谈这段历史掌握 也那么巧 雷子坚先生最近去了一趟 苏埃佩达尼 双西大年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考察 他就告诉了我 关于双西大年的由来 许多年轻的朋友 称呼双西大年 都会说我来自SP SP那当然是苏埃佩达尼的缩写 而佩达尼按照现在的马来文的写法 其实指的是从事耕作的人 但是如果对于马来亚半岛历史 有所涉略的朋友也会发现到这个苏埃佩达尼和我们以前学习过的北大年王朝 和发音非常的接近 对吧 北大年王朝是一个由苏丹统治的王国 它的领土包括了马来亚半岛的北部以及泰国南部大部分的地区 因此有一种可能的推测 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积达的双西大年这个地区 所谓的苏埃佩达尼可能指的是跟北大年王朝当年的水路贸易有关系 那就是水路途经泰南一直经过了积达到达了这个地带所进行的商贸活动 所以无论是当时进行商贸活动的商人或者是当地人都把这一代呢都当作是苏埃佩达尼北大年之河 有点像是北大年贸易的一个集散地 而至于为什么从原来的佩达尼变成现在的佩达尼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发音以及记录这个发音的文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变化 把原来的佩达尼逐渐就写成了佩达尼 另外一种说法呢就和基达州政府有关 不知道从哪个年代开始 基达州政府就把苏埃佩达尼改写成苏埃佩达尼 以区别现在在泰国依然有着佩达尼的这个地名 再回头看这个中文地名就非常有意思 一开始的中文地名呢都是用大年来英译佩达尼 好像要把这个帕给吃掉 最早的称呼就叫做宋西大年 而宋西呢其实就是广东话或者客家话对于孙爱的对应 然后再演变到现在的双西大年 我是廖朝记 聊聊地名 我们下期再聊